因為以前我們的醫療的一個知識也沒有那麼的了解 那以前的這個公共衛生也沒有那麼盛行 所以大家對於這種疾病都不太清楚 再來的話這種吸肝是血液的一個感染所造成的 那很多像是醫療的一個設備的一個清潔度不夠 或者是有一些會接觸到血液 像是紋眉、刺唇、打耳洞這邊 那還有這個牙齒的一些治療的一個器具沒有效度不乾淨 所以得到 那還有一些像是最早年的那種密醫、針灸這些 也都容易達到感染吸肝的一個條件 所以這些都是造成這種老人家感染而不知道這個被感染的一個情形 而且吸肝是沒有感染是沒有一些特殊的症狀 可能只是一些疲憊像感冒而已 所以這些片腔的一個感染才會這麼的盛行 吸肝如果一直不治療 它就是一個慢性的一個感染的一個情形 那它可能會導致肝硬化 肝硬化後續的發生還有可能會造成肝癌的情形 那如果達到肝硬化的一個狀況就是一個不可逆的 也就是說沒有辦法恢復 所以不治療的話會進入肝硬化 然後進而引起肝癌的可能性 那口服新藥的一個狀況 在以前可能要達到比較嚴重的一個肝纖維化 甚至肝硬化的情形才能治療 那現在我們的一個健保局 已經有特殊的這個吸肝治療計劃 那它只要是吸肝的一個抗體 陽性到六個月以下 合併有病毒量的一個情形 就可以來接受口服的一個治療 我的一個抗病毒藥呢 它的這個治療的療程比較短 副作用比較低 比起以前干擾數治療半年一年 那這個成功距離也五成 最多到七成來說的話 那現在治療的一個口服抗病毒藥治療的一個成功率 達到九成七九成八 甚至好好服用 還有九成九甚至百分之百治療的一個情形 所以好好跟醫生配合 來服用這個藥物的話 能把吸肝達到治癒的一個可能性 大概是這樣子